尷尬了 我在那 我在那 对着这个麦在那说半天 我说 我说 我说咋没 没那个 没反应呢 结果发现我没有点 开始直播 这可爱笑 这能看到了没有啊 哈喽哈喽 好的 有点尴尬 刚好 卡的这个 卡的这个点 我们就直接开始了 今天我们要接着把这个刻画给讲完哈 然后顺便要去把我们的这个武器的排版去给他做了 就就相当于是说哈 我们这个课 你去学完 诺完之后呢 找一个笔 写字的笔 就是你要有一个完整的排版 你之前那个 画的还完成度还可以的 就是那个纳西达的那张图 你还记得吧 你下来有没有去排版 对吧 你的那张 我们要有一个立会的这样的一个排版出来 你的人在这里面 然后我们这个武器也是一样的 武器不是说你画完就完事了哈 我们也要去做排版的 啊 假如说这个是 嗯 你画的这个武器 对吧 然后呢 然后呢 也是要去做一些这种字体 给它排绕在你画的这个东西的周围 然后这个才能够 当做你的一个作品 摆在你的作品集里面 明白吧 好 然后我们接着来 我们上一次是把宝石和这个毛领这块画了嘛 然后我们这节课的话就要接着去画咱们剩下的一些部分 也是一样的啊 我们先去用一个浅浅的这种硬色 去把它的暗面啊 给它分出来 做这样的一个二分 一般来讲啊 咱们中间这一块的暗部 它暗部在哪里啊 就在上下亮块 然后中间这一块它是亮的 也是你先把这个色块给它扔上去 然后呢 我们再用涂抹工具 去把它的那个毛流感给它做出来哈 用我们的涂抹 涂抹工具啊 然后选择咱们的喷枪 强度稍微开的大一点点 看看你有没有想过 你这插画课学完之后去干嘛呀 突然很好奇想问问你 这边也是顺着它的这个 给它刷一下 打螺丝 哦 那你大概就是 是还是想就把这个当爱好 当做一个爱好去发展的是吧 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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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边就用这个涂抹啊 顺着它的这个走向去画 其实我感觉你应该也是 就是不差那种 就是不是不是就需要靠工资 工资去吃饭的那种类型 就是家里面能够支持你一些 这种的话就都还好 稍微有点偏紫了 把这个颜色稍微给它改一改 这里我们可以用那个橡皮擦工具啊 选喷枪 把鼻子缩小一点 就是喷枪的这个橡皮啊 你把它缩小了一点之后 它会有一种 若隐若无的那种虚虚的感觉 它不一定会就特别糊 你把它比刷调的特别小的话 其实它还是可以有一个 比较明确的一个边缘出来的 就是这个橡皮的颜色 我们可以用这个调ari的 像东西这样子的血液 是一种複的 只是还有一个 我们可以发生输出 我要这种颜色 还不真的 就是 50 然后这一层阴影做完之后 再去新建一个正片垫底 我们去把它更深一层的阴影给它加上 也是找一些这种小的夹角去画 然后顺着它的那个结构 然后你先把这个颜色给它加上去 然后呢我们再给它修改一下形状就行了 再来看看 点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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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然后同样 涂抹工具 顺着它这个毛流走的一个方向 去给它刷一下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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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去 顺着它这个 就是我们之前不是做了一层阴影了吗 然后你可以顺着它这个小的一些夹角 顺着它这个夹角的那个方向 给它夹一些细微的毛流上去 它这样会看起来就是更有层次一点 然后还有呢就比如说像它那些边边的地方 可以把画笔稍微给它调细一点 然后顺着它的这个结构去画 来 来oolino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 好 然后 再加一层 这里啊 就是它最深的一块 阴影了 所以你在画的时候呢 得是说 挑一些这种 夹角的地方去给它夹 很小的一些这种夹角的地方去夹 这种夹角的地方去给它夹角弹 然后这边也是用涂抹工具 顺着这个毛流的走向 稍微加一加 稍微加一加 OK 然后我们这样 阴影做完之后呢 可以去加一些些颜色的那种丰富进去 直接在上面我们去新建一个叠加 还记得我们之前讲到的那个 颜色添加的时候的那个冷暖变化吧 是不是朝光的这一块它是偏暖的 就叠加一些暖色调进去 然后背光那个地方我们就选一个 暗一点的这种紫色蓝紫色偏冷的这样给它加一点 这让它有一个整体的冷暖的倾向 整个的画面的话它会更好看一下 然后还没有完 就是就是就是关于这个整个的一个宝石这个块 其实我们可以再做一些小小的那种特效进去 一般来说比较常见的就是去加那种环形特效 这个你可以选择是说先用我们的一个套索工具啊 选一个椭圆统一样选一个椭圆形出来 一样选一个踏圆形出来 选一个团圆形出来填充一个灰一点点的 颜色 先选一个这种明显一点的 灰一点的颜色 我们要做就是做那种 一个环形 它环绕在 咱们的 这个宝石这一块 所以你要先套在这个宝石上面 然后呢 在原位复制一个这个图形 就有点像你们做设计的时候 去搞的那个东西了 康日加勾原位复制 然后呢 把它的颜色稍微再调的深一点 然后这个时候你在康日加T缩小 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它的 两个图形之间的一个空隙 也就是流出来的这一块 这个空隙这一块 它才是我们要最终保留出来的 那个环形的一个效果 稍微给它调的粗一点点 一个图形之间 然后我们现在就把这一块选区做出来 按住抗热键点击它图形缩略图 然后回到下面这个图层 给它删了 你看就掏个洞出来 然后我们再把它的这个应该被挡住的地方给它擦了 稍微再宽一点点 可以扩展线的像素 这样差不多 感觉又有点太宽了点 两个像素 然后去把这个 被盖住的地方擦干净 ok 这样的一个图形就出来了 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去做一下它的材质 我们是去给它做成一个金属的一个材质 锁定图层不透明度 先填一个那种稍微浅一点的灰色 你可以让它稍微偏一点点 我灰蓝 然后在上方也是一样的 新建一个正片叠底的图层 用一个硬边缘 我们先去把它的暗面 给它做出来 我们先去把它的暗面 用一层正面叠底 再多加一些暗面 然后上这个亮的那个位置 你可以选用这个白色 去给它加一些些小高光 然后这个高光你画的时候 可以稍微破碎一点 但是你要让它整体形状是明确的 对不过来的 就算是明确的 就算是明确的 那么这个阅调 就算是明确的 所以我们先去做 就算是明确的 在下方是明确的 就算是明确的 像确的 也加弮的 然后呢我们再用一个正片叠底 加一些些那种 就是灰调子啊灰面 在这个亮面和底色相遭接的这些地方 然后添加它的厚度 这个厚度你就顺着它的这个边边 去再给它加一个面出来 然后这里就是它本来那个这个地方有厚度地方是不会有高光的嘛 所以要把这个地方给它擦了 然后呢再稍微给它卡一下壁色 好 到目前这个阶段应该还好吧 是不是还比较简单 然后这边也是 然后你可以再用一个叠加 稍微去加一些些小的反光 你可以选一个保厚度稍微高一点点的蓝色 这个面太亮了 刷在这个地方 然后 然后我们再去给它做一个描边 在这里fx选择 摇边 位置改成外部 然后大小可能也就两个像素 选择一个就是 这里你就直接吸我们画面里面已经有的这个颜色就可以了 那吸一下这个 它已经有的这个饱和度高的一个蓝色 然后这里有一些些我们底色可能没有擦干净的地方给它擦掉 有一个这种缓起来的感觉 然后上方我们还有一个 然后上方我们还有一个 你可以再 就直接把这个 就是复制一个抗人家T去给它减小 放在上面 但是好像下面有一点对不上 我们就手动去 把下面这一块给它衔接起来 填底色的时候可以把传递去给它关掉 这样你填出来的那个颜色它是比较实的一个状态 然后修整一下 把这个边缘修齐 然后再给它加一些那种小装饰 那种小装饰你可以画一些那种小星星之类的东西 应该在这里新建一个对称尺 好我们这样 先随便选个颜色啊 去去这样给它画一个 小星星 哎呦 稍微往里面聚龙一点感觉 你可以这样 我突然想到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先画一个圆形 然后我们用橡皮大工具去擦 哎呦 哎呦好像擦多了 这边 好然后这里 擦一个这样的 绳状出来要稍微长一点 擦一个这样的绳状出来要稍微长一点 擦一个这样的绳状出来要稍微长一点 好然后 给它改个颜色 稍微可以加一些些渐变进去 用这个喷枪 锁定图层不透明度 我们这样给它刷一下 同样也是做一个描边 哎呦 这 这里就是之前有些地方没有擦干 把这里给它擦掉 修一下它那个边缘 你有了描边之后 你就可以不用去描它的那个轮廓线了 好 好直接给它放上来 然后再复制一个给它调小一点 然后再复制一个给它调小一点 擦在这里 擦在这里 这样去给它做一点点造型 擦在这里加了之后它的宝石上面的高光不够亮哈 我再给它调一个稍微亮一点的 好这样 好这样 好 好 画到这里就是这一块开开你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吗 有吗 有没有 有没有 跟着一起画 你有跟着画的话就可以给我看一下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要去把剩下的一些小的部分给它处理一下 就比如说它的这一块 就比如说它的这一块 它的这里的话 你就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布料去处理就可以了 好 涂抹工具稍微给它过渡一下下边缘 让我看一下你画的 这里你的这个亮的地方不够亮啊你看看 跟我这个相比较你的这个底色稍微甜的灰了一些 稍微灰了一点点 你把那个底色稍微给你提亮一点 没事一会儿一会儿那个你先画 你先跟着画画完了之后我们再一起去说 然后呢再用一个稍微深一点点的 再正片叠底一次把它的层次给它做出来 涂抹工具稍微过渡一下边边 然后再用叠加 叠加 我们来把它的这个亮面这一块稍微提亮一点 不透明度降低一点 然后你也可以选一个稍微深一点的颜色 就是叠加它除了可以去做浅色之外 你换一个深色去给它画 它可以帮你加重的 所以其实这个的话还比较好用 尤其是你在处理到那种 比如说需要保护度比较高一点的阴影的时候 就可以用叠加去画 OK 哦对这个这个我没有去演示哈 我把这个关了重新演示一下 忘记去擦它了 就它这个地方的话呢 跟我们之前画那些金属物其实差不多的 也是先去给它做二分 先用一个正片叠底 哦这个太深了 把它的面给它分一下 一般来说就分两个面 好然后呢就在这个暗面里面 我们去加更暗的一部分 然后呢 亮面里面呢给它切一些稍微再亮一点点的面 直接就选一个亮色就行 然后呢用一个那种稍微偏灰一点的面加一些亮灰面 你看这样子就画出来了 就OK了 然后包括下面那个也是一样的 下面这个给它删了 下面这个你在画的时候就是 但是也是先去它的那个面给它切出来 把这里先把底色给它放上去 因为这里它是跟那个 武器的那个身体 是法杖嘛那块 有连接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 处理一些锯齿的一个形状进来 好然后呢 再用一个正片叠底 去把它的暗面 给它分出来 好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之上 暗面里面再去找暗面 最后再在暗面里面去吧 把亮的地方给它找到 这样就OK了 这这个就是还是 就它比较小嘛 所以比较简单 然后我们来看 这个柱 柱状物 这个棍子啊 它的体系盖 你就直接用一个正片叠底 然后呢 选用我们的喷枪 就直接这样贴着它的 贴着它的这个边缘 去画它的阴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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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当作一个圆柱体去画 也是一层一层的去加深 你可能刚开始的时候 选一个比较浅的颜色去画 然后呢颜色就越来越深 直到把它的这个 暗面给夹出来 老师让你做电商 每天套详情 详情业模吧 好吧 老师这一块 这一块也是比较好画 去切割它的面 这一块 比如说你先把它的亮面的这一块切出来 然后它再选一个 这种稍微偏深一点的颜色 给它打个暗色教 确实透模版 这个怎么能提升呢 肯定一套模板就很难再去做那种大的提升了 你得就是怎么说呢 那种完全创新的工作的话 它可能要求会比较高 然后你目前的水平可能又达不到 你只能是说边做着敲螺丝钉一般的工作 边自己学习 然后或者是说 嗯 去提升自己吧 反正 现在的话 现在工作也很难找啊 现在疫情这么严重 实体经济根本干不下去 虚拟经济的话 其实也不太 也不太好做 目前 现在看来比较好做的工作 就医疗相关的可能会稍微好做一点 这个也没有办法 ok 这里的线我们要 给它弄一下 擦一下 这个地方多出来 其实会不会说话 这个都是其次的 更主要的就是 你有没有 那种 过硬的技术 你的本事够不够 强硬 这种 好 然后到目前为止 这一个就画完了 我们就 这一个就画完了 然后剩下工作就是去修整 然后排版啊那些 然后简单说一下 那个排版啊 我一般的推荐就是 你们可以去找一些些那种 别人已经弄好的那种 别人已经弄好的那种框 然后给它放进去 如果你自己去做的话 其实还挺麻烦的 比如说 我先新建一个画布 然后把我们这个画好的武器给它放进来 直接合并 你可以把它的这个武器呢 做成一个 排版做成一个那种 像卡牌一样的一个形式 就有点像那种抽卡类的游戏 你知道吧 一个你抽到这个武器 然后就弹出来这样的一个武器的一个界面 这种感觉 然后像这种浅色的武器的话 它比较好用的一个背景色 就是那种深色啊 你用一个黑色去做 你就会发现 它整体的一个效果会更强烈一些 然后你要把你的这个武器的主体去给它突出出来 你可以是说给它做一个外发光 fx做一个外发光效果 要做成那种柔软的一个感觉 诶 它这个怎么调那个啥来着 算了 还是手动画吧 我觉得这个PS自带的那个发光不是很好用啊 就这样 我们这样 你抗热加勾原位复制一个 然后把我们下面这个多出来的这个武器呢 我们去给它填充一个锁定图层不透明度 然后填充一个纯白色上去 然后你把这一个白色的图层呢 我们去滤镜模糊啊 这里有个高丝模糊 给它模糊掉 这样给它模糊一下 好确定 好你看 这是这个时候 它的这个边缘就会有一个非常自然的那种发光体的一个效果 是吧 然后你可以适当的调低一点点不透明度 让它看起来更自然一点 因为之前那个有点太亮了 如果是说你觉得你一次模糊完了之后 它还是有一点不自然 那你就再去高丝模糊一遍啊 就直到你糊到你的那个画面效果是比较自然的时候 就为为准为止 好吧 好 然后我们休息十分钟再接着讲 剩下的 讲那个整个画面的排布哈 就这里先把它的那个发光的特效给做了 看看你到现在有没有啥问题 你刚好趁着十分钟把你的那个进度赶一赶啊 趁着休息的十分钟把你的进度赶一下 我跟你说一下 你这里把颜色调一下 你这个地方有点底色不够亮哈 有点灰 然后像你这个羽毛 这个这个边缘我们上一节课讲了不要出现这种特别硬朗的一个边缘哈 只要去改一下 跟得上吗 跟得上吧 我觉得应该讲的还不快 嗯 嗯 还好就行 嗯 嗯 i lov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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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 you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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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 you